臺灣半導機產業的強大韌努力 今天 歷經給紅樓廠落成啟用 我要恭喜臺機店 也感謝臺機店 向世界展現了臺灣的產業實力 這座晶圓廠 必經過疫情的挑戰 能夠順利完工 啟用 再次凸顯了臺灣半導機產業的強大韌性 半導機產業是臺灣的過去 現在 而未來 去年 半導機產業的產值達到了4.3兆元 而就業人數也已經超過25萬人 使驅動臺灣經濟成長 促進產業創新的重要動力 過去八年來 政府全力推動胡家二產業創新計畫 以及六大核心戰略產業 就是要以半導機產業的優勢 帶動數位革命和智慧創新 確保臺灣在全球科技生態系中的領先地位 我們的半導體產業 除了在臺灣持續深耕最先進的製程技術和記憶體研發 也要走向世界 在全球AI及高科技發展中貢獻關鍵的力量 而要將最高階的半導體技術留在臺灣 人才的培育也是重要的一環 從2022年開始 政府投入24億元的經費 輔助大專院校設置產業人才和技術培育的基地 我要感謝利基電響應政府的政策 出資協助臺灣多數大學成立半導體研究學院 透過體積產官學的力量 我們培育高科技人才 促進國家重點領域的發展 更提升了臺灣產業的競爭力 未來 隨著AI帶來的各項應用 全球的產業將面臨快速的變革 而臺灣的半導體產業地位也將會更加關鍵 政府會持續努力來優化產業環境 培育人才 並且鼓勵國內外企業在臺投資合作 來提升臺灣半導體技術的能量 我們期待 在政府和民間的共同努力之下 持續提高半導體供應鏈 在地的完整性 維持臺灣半導體的優勢地位 創造下一個科技的榮景 最後 祝福我們利基電銅鑼廠啟用後 為臺灣的經濟和產業培育更多豐富的股市 謝謝大家 謝謝